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八大片行别惊惠 八个大的烦恼 骗行你在这个行为中间是骗行 普遍的这个行为 别经里头你只有一个惠 这个我们都讲过了 是不是 你们看看你们的笔记 八大这个八大烦恼什么烦恼 骗行这个还有别经 这一些东西这都是在为师里头 只有一个惠 这一个惠呢 让我们想 想 想入非非呀 你想入非非的时候你就知道 我有这一个 假设我找到了我爱的人 我喜欢的东西 我想要执着地探 从来没有人说 我要的东西我满足了 所以知足常乐呀 这是古人呢 跟着经验说的 我能够知足 我会永远快乐的 就是因为不知足 所以我们就贪心起来了 我即使我老了 我要爱的女人十七八岁 因为那时候怎么样 最漂亮的时候 所以多少老头娶年轻的姑娘 年轻的姑娘未必爱这老头 但是这老头或者有钱 或者有事 或者是他的力量能够使我得到便宜 还是至少有饭吃 所以变成愚痴啊 因为你贪嘛 你贪心越大 直弱的心越大 当你贪心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智慧都减少了 因为你只注意到 这个你所爱的人 你所要希望发生的事情 或者你希望你自己能登的权威 你在这个得食之间 贪已经使我们变成愚痴了 然后呢 这一个我要的东西 是因为我的见解如何 贪吃我这个东西 我的意见是什么 见代表见闻觉知 这见呢 所有的见代表四样东西 我的六根所爱的东西 都是我 当这个吃的时候 我把我搁在前头 我爱年轻的 我也爱 我爱美貌的 女孩子就说 我爱年轻的 我爱结实的 可以保护我 我爱有钱的 她可以给我买很多东西 我爱那个有势力的 她可以保护我 都以我为出发点 无论男的女的 当她有了情的以后 通了情的本 随着不同的因缘 然后把我指着 你这个量啊 你想要找的东西 不是限量 也不是笔量 是个非量 为什么 我想入飞飞呀 我想要的是年轻的 是漂亮的 是财产很富的 地位很高的 力量很强的 都不是现在有的 是飞量 因为我想到飞飞了 我这个量啊 是个飞量 然后呢 在这个八大烦恼中间 都具有 然后呢 骗行 这一些八大烦恼啊 使我 五十一种 这个别情 这个行为 都具足 骗行 全都在一起 我爱 我恨 我喜欢 我讨厌 我讨厌 这五十一种心锁 骗行啊 在这个境界中间呢 只有一个会 这个会什么 我这个五根 对着外头的五尘 你没有什么分别了 你只有一个会 我眼睛能看到的 这是个年轻的 我心里的知道 她只有十八岁 管她丑不丑 管她美不美 只要她年轻 女子呢想 我管她呢 只要她强壮 她有力量 她有钱 这一个 所谓的会 就是智慧 智慧怎么来的 你日识啊 看见智识没有 每一天知道一点 你给一个 刚出生的小男孩 给他一个小女孩 你喜欢不喜欢 假设这小女孩 抢她的奶吃的话 她把它打开 她没有想到 当她长大 成为十几岁男孩的时候 她就爱上这女孩了 是她小时候跟她 钱乃吃的 她把她打掉了的 所以 这一个 这一个 真正 所谓 让我心里 起出来 我爱 我还是讨厌 这个别境里 只有一个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 我相随 永远只是这个我 我在哪里 今天的我 今天的我 连昨天的我 都不是了 更不用说去年的我 十年前的我 所以 你 这一个 贪 吃 我见 到死都说 我在随着 慢相随 我觉得 我不管怎么样 至少 至少 我要表出 表现出 我多么的尊重这个我 大 我 慢 这一个我 因为 这个我是有我 我觉得 旁人都没有我聪明 旁人的漂亮呢 是他们会打扮 比他的有力气呢 因为他吃的好就是了 他的环境好 我 假设也有那个环境 假设我自己会打扮 现在打扮还可以 你隔个双眼皮啊 把鼻子夹高一点啊 这个头发染黑一点啊 你都可以用人工来改造 但是这我慢呢 永远跟着我 就慢呢 贪 嗔 痴 慢 疑 五个烦恼啊 我贪取 贪 得 还要多 我 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 然后呢 我丢掉了后 我发承念 你无论是贪得也好 如果你是承念发解也好 都让你变得笨了 贪心多了的话 你只要贪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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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要 其他的智慧没有了 然后我要呢 要钱多的 要聪明的 要漂亮的 要 我最喜欢的东西 适合我的眼耳鼻舌身 这样的话 能够满足我这五根的 然后我一时就要他 我能够不能得到他 不能得到他的话 我还是最要紧 所以 贪 吃 我 然后呢 跟着就是这个 就慢 就跟着来了 即使我知道我不如人 但是因为是我 我永远比别人好 因为是我嘛 虽然自己明明知道自己不如人 但是因为是我 我至少 在我的心中 我是最了不起的 只要给我机会 我就比他强 认为我缘还没到啊 所以随缘指我 而你想入非非 这就是随缘指我量为非 八大烦恼片行 你不停的 根据这个八个大烦恼 你呢 在这个对着你这个前进别进 我的 我的 这一个我 对着外头的缘 带着外头的镜 只有一样 我爱的是什么 我喜欢的是什么 对着外头的这个环境 对方 无论是人也好 无论是人也好 是量也好 是物质也好 是环境也好 我一眼就看到了 我完全明白 那么这一个会呢 是对着外头的别景 只有个会 不假想了 不想这结果怎么样 只要他年轻 只要他漂亮 只要他有钱 或者呢 女人想 只要他年轻 只要他有力气 他有钱 他能够保护我 这个智慧就这么一点了 你都糊涂了 因为得失之心太强了 为得之换得之 我怎么能取得 既得之换失之 我们得到了以后就怕丢掉 所以人一辈子 都在换得 未得之 想要得到他 既得之换失之 得到了以后怕丢掉他 都在换得换失之以后 所以贪吃我贱 跟着慢相随 我慢相随 因为是我呀 我永远好的 虽然现在我没那人有钱 给我机会嘛 我就跟他一样的 比他还有钱 我有这个能力 早晚我会很有钱 我会很有实力 因为是我呀 我比人家都聪明 都有见 只是缘不对而已 等到缘有的话 我这一些爱物之情啊 我这一些爱物之情啊 都来了 这一个大我慢 无论你多么 长得多么不好看 无论你多么穷 无论你地位多积 你永远我慢存在 为什么 因为是我呀 只是机会不好 机缘不好就是了 等到这缘分合了的话 我都可以做到 而且我做的比他还很好 只是命不好啊 所以我不是跟你们说嘛 他们从前认为 只有考试才能够做官呢 你要做官的话呢 你是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心英功五读书啊 你要能够考试做了官的话 头一个看你命好不好 我命不好我没法办 一命二运 是不是考试那时候正好走运 假设不是我走运的时候呢 这不怪我 因为运气坏了 三风水 家里房子是不是住错了 风水不好 更不是我的命不好 也不是我的这个运不好 风水 房子做错了 门开错了 我睡觉的床摆错了 所以一命二运三风水 然后第四样呢 积点英功 你表面的做一些好事 是为求名啊 你也可能没这个力量 你能够不能够 要积点英功 别人不知道 而你得的做的一些功德 第五样才开始你书读的好不好 所以你考试能不能够 中了秀才 变成举人 最后变成晋士 而进了汉林院 成了皇帝的弟子 这个是完全看命 看运 看风水 看你是不是积了英功 至于你读书读的好不好 那是第五个条件 所以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积英功啊 第五样才看你读书 我虽然没考上啊 不是我读书没读通啊 我读书早读通啊 只是命不大好 今年的运气不大好 我家的床摆的不大好 我的房子 住的不大好 都赖了别人 就不赖我了 绝不是我读书没读通 读书这是人 你别看那个庄严的 书没通啊 他的房子住的好 他的命好 我们常常说 我的命真不好啊 我们从来没有怪我们自己 这个事情没做对 我的命不好啊 我没走运呢 我住的风水差了一点 至于我真正读书读通了没有 那是小事 第五个条件他需要他呢 所以 探赤我见 慢香水 这是说 第七事 我是 这就是我们的 我 我们大家 凡支持我的 就是这个四句话 描写我是什么个东西 然后呢 你是来考虑这个我呀 倒是怎么一样东西呢 恒沈思良我相随 恒沈思良我相随 谢谢大家 您可以让我来看 我们来看